他说 照吴坚业一定是要过定义的 也有实与报都不决定的 前面是实报具定 也有实跟报都不决定 要报哪一报 什么时候还不决定 这大致是侵略 我们照做的大部分都是侵略 一般人照做的大部分是侵略 依古德说 一切业都是不决定 那不是有决定的吗 不是有定业吗 怎么会一切业都不决定 他的意思是说 即使是定业 你说五无先约 要过地狱 那是决定了吗 下一生就已经过地狱 这一生死了 就下一生就一定在地狱里面 那就决定了 实定报定 没有说这是决定 但是在地狱里面多久还是不决定 还是不决定 你一定要过地狱 可是我要过地狱之前有忏悔 甚至我在地狱里面有忏悔 那我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本来你没有忏悔 你说要一万年 我因为有忏悔变成一千年或一百年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不决定 就是决定中的不决定 决定要过地狱 决定是下一生死定报定 但是过地狱多长 还是可以改变 从这个角度看 所以一切业皆不决定 那决定在哪里 决定在你的心 你的心决定它决定不决定 决定它轻或重 决定它时间长或短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换言之 换句话来讲 一切业都有改善的可能性 确实是这样 所以只要能痛下决心 什么二业都有化纵为亲 化纵为亲就是定业 它一定要收 但是它可以化纵为亲 如果不定业 那就不一定收 那不会成为重 不会成为重 所以的希望 所以不管你不每一个人都有造作额月 我不太相信没有造作额月 就算我们说过 就算你明明知道了 何况你不知道造作额月多的事 就算你明明知道有时候也控制不了自己 甚至无意中造效的也非常多 也非常多 不是有意的 无意中造效的也是有二业 只是那个二业比较轻 何况有意造过就更多了 无知造的也很多 好 那但是不管你曾经造过 你即使至此即到重大恶月 你都不要担心 你不要担心它受爆 你也不要担心未来会很惨 都不用 你只要现在努力好好的做 那么真心唱的 佛陀时代造作恶业的人非常多 造作善业的人非常多 因为佛地使很多 毁谤佛陀的 毁谤舍利佛 毁谤慕眷眷人多的事 但是也有很多毁谤佛陀的 佛陀叫他们怎么唱的 毁谤佛陀的意义很重 赞叹佛陀的意义很重 善业恶业 但是这些意义还是可以改变 等下我们再来讲 后面会讲到忏悔 现在这里讲到 所以他说《言语经》讲 《言语经》是中阿涵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部经 他告诉我们真正要消灾免难 难就是什么 苦难 痛苦 那么是怎么做 他不是说你去 现在的人就是 我要幸福 我去点一盏灯 给我带来希望 我要减除痛苦 我去写一张写一个消灾牌位 免除我的痛苦 不是这样子 他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解决你已经照过的业 减除你已经有的痛苦 他说犯了重大恶业的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如果说老死破镜那就比较难 也就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时间不惨 就好像飞机要在空中掉下去了 剩下几秒钟的时间 你没办法修复你 没办法修复 那这个一 他说老死破镜就很难 有足够的时间就容易 像我们现在的时间都足够 那就是好好修 一切的恶业不容易成熟 一切的善业容易成熟 所以才叫你诸恶莫作 因为你做了就跟前面的恶业相须 就容易成熟 叫你重上奉险 你以前照了很大的善业 现在不做他也不成熟 因为还没成熟 你不继续做他就不成熟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重上奉险 那么你就很容易恶业不成熟 善业成熟 那他说一观无量寿经 还有念阿弥陀佛的一法 但是这个也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念的 他说这个是观无量寿经里面 他们有说下品下生 下品下生是五厘十二的 下品中生也是五厘十二 就无量寿经里面有九厘王生 下品中生跟下品下生 下品上生也是照诸二月 但没有照重二月 没有五厘十二 下品中生跟下品下生都五厘十二 那现在讲下品下生的就好 下品下生的照五厘十二 定义象限要受定义 像提伯托都这样 火在烧一样 要堕地义 遇到善基斯叫他念佛 叫他念佛 他没办法念 念是意念 心里面念 那个心是决定 心没办法念 善基斯跟他讲你如果没办法念 你嘴巴念也可以 大声念 念十真 南无阿弥陀佛 十真 要念十真也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我告诉你 那个你还要过去有很大的善力才有办法 你过去要有善因缘 你才能够遇到 灵命中遇到善之事 你还有足够的善力支撑 你才有办法你念得出来 而且还能念十真 我告诉你不一定 我以前刚出家 我去照顾我一个同学 他癌症 后来末期 然后变档 然后我们就想说叫他念佛 他自己也出家 然后后来又叫他念佛 我们叫他阿弥陀佛 他就在那边阿阿阿阿 一声都念不出来 一句阿弥陀佛的话就念不出来 念不出来就是念不出来 真的 他想念 第一个 他想念念不出来 我们就 他可以他可以讲很多话 但是念不出阿弥陀佛 他可以说 哎呀这个 这个 师父你赶快救我 你赶快救我 他可以讲 他可以讲其他的话讲得多 但是你叫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阿阿阿阿阿不出来 就念到阿而已 OK 但是讲其他的话可以讲 但是没办法讲 真的 这是我青年见到的 所以也不一定 你要过到的散 过去的善业 而且还要没障碍 你真的有障碍也没办法 你真的有障碍也没办法 还要有足够的善业 你第一个 你有足够的善业 善业 你才能够临终遇到善知识 第二个 你要有足够的善根 你才能够说善业 你才能够说我要念得出来 而且还能念识句 你很不容易 那个没那么容易 你家里面用那个热水 80度就好了 你一根手指都伸进去 然后念阿弥陀佛 念识生看看 手不要伸出来 你只会阿阿就开得出来 你就没有办法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很痛 何况你那个全身在烧 你真的一根手指烧 我们都受不了 你全身都伸 不是 那个不是80度 不是100度 那个是1000度的火在烧 你有办法这样念识识 我告诉你也没那么容易 你要很大的善业力才有办法 所以五六周金下笔 这样念这种 没那么简单 你说那 我就算照了五六六 我灵命中念识识就好了 我告诉你 你一生你都念不了 不要再念识识 真的 我亲眼见到的 我照顾我们同学 他连一生都念不出来 他只会讲 快救我 赶快救我 赶快救我也四个字 阿弥陀佛也四个字 他都念一个 只剩下三个字而已 他就没办法念 他就是 啊啊啊啊啊啊 我好痛苦 赶快救我 你看 念不出来 这个也给我很大的震撼 这个也给我很大的震撼 所以你也不要以为说 哦 五一十二的 我灵命中念识识就好了 我告诉你 你都要使用 连善知识都没有善知识 就算有善知识 你也不一定能念 就算你想念 你不一定认得出来 真的 所以 然后他这里讲到说 依观乳量受精 还有念阿弥陀佛的语法 这语法你不一定用得上 就好像这个药 你不一定吞得下去 你到时候你吞就吞不下去 这个药很有效 可是你都吞不下去 你就没办法吞啊 就没办法就没办法 那当时他还有 这个观乳量受精虽然这么讲 他还是有意义的 他说这个 五一十二的人 灵命中定义象限 依照善知识叫他念佛 这叫他意念 心里面念佛 嘴巴念佛 这个比较有力量 你心里面没有念 你只是嘴巴念 那个力量比较小 你要重点是心 你心要能念 那你就好像忏悔 你忏悔心没有忏悔 你只是嘴巴忏悔 我对不起你啦 跟你认错啦 要不然你要怎么样 那个力量不小 你只是嘴巴念 往时走到处月月 皆有无始贪生之 从生余之所生 亲在佛学就忏悔 拜 也是有忏悔 嘴巴忏悔而已 心没有忏悔 那个力量不强 那个力量不强 你都不晓得你造什么罪 在哪里造了什么罪 你在忏什么 你就是不管我要造什么罪 我念了我罪就消了 没那么好 哪那么好 重点是你要认错 你都不晓得错在哪里 就算你知道你也不认错 那个罪都没那么容易消 所以重点是心 但是现在你想忏悔 但是你那个心集中 没办法集中 因为太痛苦了 没办法集中 散乱 为苦所逼 就逼过了 所以那个心没办法集中 因为要有力量就是那个心力要集中 专注 力量来自你专注清明 你清楚 而且你专注一心 所以你看那个拜忏 不管是怎么忏 前面都是自诚一心 虔诚一心 不要讲这个 前面都要讲这个 是我虔诚一心 然后忏什么 看你忏什么 那因为每个人造的最不一样 所以他干脆把手朵都说就列出来 每个人都念一遍 所以我们拜忏都是这样子的 你们有没有拜过忏 那是这样的 那其实要针对你自己的 造的罪 然后发露 你不要讲给别人听 就讲给佛天 发露 第一个发露 表示说你认这个罪 你知罪 然后我忏悔 然后我不再造 这三个城市 我心里面知罪 我知道我造这个是罪 不应该 第二个我讲出来 我在佛前讲出来 第三个就是我忏悔 我后悔 第三个 怎么要来表事情 我以后不再做 忏悔要有这三个城市 那我们都没有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造 然后我们也没有身着后悔 然后也没有以后不再造 然后就只是念一念 你知罪都不是这样 后悔都不后悔 以后也没有说我不再造 也没有决定不再造 所以这个忏悔的力量就减少 就不大 力量不大 那这里讲到 我们来看 先来看严玉京怎么说 他说 痛下决心 就痛下决心 修身 修戒 修心 修慧 就是修戒定慧 改变你的行为 重业是可以轻受或不轻受 如果你决定要受报 那也可以轻受 比如说你在第一 一定要到无间第一了 那至少也可以减少刑期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一万人变成八千人 也减少两千人 类似像这样 热如大量的盐 投入长江大河 水是不会咸的 反之照小小的罪 却不知道修身修戒 修心修慧 还是要招苦报的 这个是要少量的盐 放在小杯里面 水还是咸苦的 所以你只要确定 比如说这杯水很咸 水本来是可以解渴的 结果很咸的水喝下去更渴了 可是你又不得不喝水 那怎么样 你只要确定是淡水 你就一直加 你不要再加盐了 你再加盐 就是你一直在照二月 那你一直要加水 加水 加水 你只喝还咸 就表示你水还不加不够 所以你还一直在受痛苦 就表示你的善业做不够 你的唱的力道还不够 那么不断的照善业 不断的照善业 感觉不那么苦 那就表示开始有效 疫情就有效 但是还没达到你的 你不受苦的境界 所以你确定你加的是水 你一直加水就止了 它一定到最后可以解渴 就可以消除你的罪业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装善业的严育性 来比喻 我们一下子造重大的业 就好像你倒了一大杯的业 这个不能吃 那怎么办 又不得不吃 赶快加水 赶快加水 把那个业冲淡 那个影响就冲到了 所以 他说 这个是业不决定的有力校正 那我们刚才要讲 这个下比下生的 巨族识念 念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他不受定义 那虽然不过定义 虽然不过定义 但是 他还是要经过唱的 他这个时候生善业 那我们说过为什么他可以不做定 他过去的善业也很强 那业果里面是这样的 哪一个先熟哪一个受报 熟者先牵 就重者先牵 熟者先报 重者先牵 就是重业的 先受报 重就是守的 守者先报 那一般来讲 比如说这个人五逆十二 我们讲下屏下身的 下屏下身的 光荣耀佛应下屏下身 他五逆十二 就五逆就好了 就像五逆十二 照理讲要剁定义 他一定要报 剁定义 而且是这一身 下一身就要剁定义 剁定义 就要剁定义 就定义的果报 他一定要剁定义的果报 就像这一身造了五逆的叶 但是他这一身或前一身 也造了非常大的善业 造了十善业 他的这个业果也很成熟 他一定 他本来一定要有 比如说要有这个大的善业 因为他这个五逆业 比如说他这个善业 已经是八十分了 已经是八十分了 他是还没受报 因为他这一次受了 那还没受报 那这一身造了五逆业 变成九十分了 那九十分时间到了 就变成比如说 比如说九十五分 就决定受报 还这样还这样 那他还没到九十五分 因为他跺地义的时候 因为他越来越苦的时候 他那个埋怨心 他那个怨恨心 他那个烦恼心 就会加重 加重 就慢慢成熟 慢慢成熟 到九十五分的时候 他就受报 那那个八十分 这九十五分后面 那这个先受 这个第一碗的出来 再受这个 可是 这个还没成熟 但是他在灵命中的时候 念了十生阿弥陀佛 就加重这个三月 加重这个三月 然后就慢慢变成 他这个是九十分 当他在念佛的时候 这个二月就没有加重 就在九十分这个地方 照理讲 九十分比八十分多 他要先受第一月 但是因为 他在这个时候 念了十生阿弥陀佛 你能够 那么痛苦的时候 你还念十生阿弥陀佛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马上升到九十二分 假设 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个新受报 那这个受报 这个没有减掉 这个九十分还在 这个九十分还在 他并不是说 那你说他往生到极二世界 那这个就消除了 没有 没有消除 他一样是一个很重的恶业在这里 那他怎么消除呢 这光文章说明就讲 这生到极二世界之后 十二大节 十二大节 他说这十念 这十念中 他有两个功用 因为他善法升起来 念念中 念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一念念八十一节 十念就念八百一节 那如果下品众生的 念五十一节而已 下品众生念五十一节 下品下生的念八百一节 下品中生的 下品下生 下品上生的念五十一节 下品中生的念八十一节 念八十一节 下品下生的念八百一节 因为他营业念八十一嘛 他是所有的念八十一 好 那念八百一节 然后在莲花中十二大节 忏悔 忏悔十二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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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消 那忏悔十二大节 要忏悔多久 你知道吗 十二大节最才消 才消这个 那消这个之后 十二大节的花才开 才看见观音菩萨 还没看见阿弥陀佛 还没看见阿弥陀佛 他其实不是真的生到极乐世界 生到极乐世界 照理讲会看到阿弥陀佛 我会听到五根五一七绝 就发生到 但是没有 他就在里面 忏悔忏悔忏悔 就在一个世界里面 就不断的忏悔 有人引导他忏悔 忏悔之后 十二大节之后花开 见到观音菩萨大四至菩萨 教他十相灭绝 就是十相灭绝 才把这个罪 渐渐渐渐消除 才不再照慰悔 不会再堕定义 这个时候十二大节之后 才真正不堕定义 那这里面 因为不断在唱会 灭绝法 那这个是 所以他基本上 一面生善悔 一面不让这个恶悔 因为守者先受 就是果报上来讲 哪一个先前守 哪一个先受 哪一个先受报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前提 他过去有很重的善悔 要不然他不可能 灵命中十年马上超越他那种重恶悔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过去中要造很大的善悔 比如说像古则天这一种 既造很大的恶悔 又造很大的善悔 善悔跟恶悔都很重 只是这个时候恶悔中恶悔先受报 可是他在灵命中善悔又更重 一转过来 所以就善悔先做报 所以就可以不送恶悔 然后在受善悔这段期间 一直不让恶悔成熟 一直不让恶悔成熟 甚至正能实相 恶悔永远不会成熟 虽然他快成熟 但是他就是不会成熟 他必须要做到这个样子 所以才可以不做善悔道 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可以不做善悔道 因为恶悔永远不会成熟 没有成熟的机缘 后来就因为他的环境 没有造作恶悔的环境 后来就算有造作恶悔的环境 已经没有造作恶悔的心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才可以不做善悔道 其实是这样来的 好 那这里讲到 大圣法中 观业性本空 能转移 畅除重倦 也就是修慧的意义 那这个就是 夏比萨真的 到了极乐世界 就是在莲花中 然后观音菩萨 大智子菩萨 教他观 这个诸法实相 我最信本空 那一般我们 一般我们的畅悔是这样 我们是依这个普贤 普贤行愿品里面 那原本我们的畅悔记 是这样子 我洗手造诸后院 那后来改就往洗手造诸后院 普贤行愿品里面 义的离禁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贡养唱为乐障 那唱文里面就是这个 我洗手造诸后院 后来我们就做唱文句 就把这个我洗手造 改成往洗手造诸后院 那些人说我洗手造诸后院 这个是普贤普贤教的 那后来大圣法有所谓的 有所谓的这一个 醉同兴起将心菜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来看 我洗手造诸后院 皆由无始贪生枝 皆由无始贪生枝 他的原文是 皆由无始贪贵痴 但是我们然后改成 皆由无始贪生枝 其实是一样的 翻译的一样 翻译的问题而已 会就是我们讲的称 皆由无始贪生枝 从生以义之所生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忏悔记 从华言间来的 从生以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天介绍的 这叶有生叶 口叶 云叶 那么 生叶 口叶 云叶 起贪 起参 起参 起吃 所以才造作这些沙道淫化 主要业 基本上 就是沙道淫化 从生以义之所生 从生以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叶 或是今向佛写求唱 基本上 那有几种说 一般是 一切我今皆叶 有些讲 今向佛写求唱 一切我今皆叶 一切的这些生与义所写的叛生之的一切沙道淫化 一切我今皆叶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忏悔记 那后来 后来就是 我们就讲往其所道之后 后来这个大圣法里面 讲到这个所谓的无声参 最从兴起将心参 就是他开始 比如说 他是这样 最从兴起将心参 最从兴起将心参 心若灭死罪欲亡 心若灭死罪欲亡 所以这个心 就是造罪的这个心 就是造罪的这个心 罪亡心灭两聚空 四则如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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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他说是在讲 你要观到 这个是所谓这里讲的无声参 智慧 智慧的 他说 官业性本空 那么 那么 他说能够转除 能够转移 灿除重罪 也就是修慧的 这个也是下评下生里面 那么观音菩萨大士至菩萨 那么为这个五力十二的众生 说诸法实相 除灭罪法 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心往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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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往心灭 一般是这样 心往罪灭 也可以 心往罪灭 两聚空 两聚空 四则如为正常 好 那一般唱尾来讲 一般我们就是念这个祭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唱尾 也不一定要念这个祭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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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案例里面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不知道无知 然后被教唆 被这个名剑子 就外道教唆 然后去毁谤佛斗 去伤害佛斗 然后佛斗跟他讲 你要唱 要不然你 以这个业度低 他就很害怕 他就说 我这一心虔诚 向佛唱尾 我因为无知 所以毁谤佛斗 希望佛斗 听我唱尾 那佛斗说 好 我知道你 我知道你这个 认错 我有心唱尾 我慈悲 听你唱尾 希望你善业增长 恶业减少 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们唱尾 你说有的人 那我要怎么唱尾 很简单 我们就 你在佛写 一般就是 一般唱尾有三种 我们叫做做法餐 一种叫取向餐 一种叫做无声餐 无声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故无声 做从智慧的 好 这个叫做理餐 理餐 从道理上的 这个叫四餐 四项上的 这个叫四餐 好 那么最重要是这个 做法餐 做佛同时代 就是你 第一个我们讲过 他一个就是 你 你知罪 认错 一个是知罪 第二个是 发入 你要说出来 那第一个你要先认错 第三个是改过 就是他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是知罪 知罪就是认错了 你这样写 那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是知罪 知罪就是认错 认错 我们常常唱尾主要两个 颤跟吞 颤跟吞 颤就是认错 尾就是改过 另外一个就是改过 认错改过 不再做 那中间有一个 就是要发入 发入就是要讲出来 或是心里面 有这个意思讲 你不要讲给别人听 比如说是 讲给佛听 发入 那我这样里面做网站 一般来讲 比如说 看你小罪还欺罪 如果小罪 就是要折心唱 你不用讲小罪 哎呀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心里面感到知罪 我不应该这样做 我以后不要再这样做 小罪 比如说 比如说 闪红灯 闪红灯不是小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走路不走光马车 便是像这样 小罪 那你就 哎呀 这个不送的规矩不太好 折心唱 这个叫折心唱 折心唱就是不用发入 但是还是发入 在我心里面 心里面想 就这样 这样 折心唱 那 大一点 就要跟一个人讲 某某马车 我某某人 因为 起了什么烦恼 造了什么样的物业 我现在跟你唱了 希望你听我唱 因为像你唱的时候 我以后不再唱 就这样 一个一个人 再重一点 跟四个人 再重一点 要跟十几个人 重一点 要跟所有的人 就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做法上 那重点在 知罪 就是认错 还有发入 改过 重点在这三个 好 那 他才能够怎么样 那你唱回过后 你就清醒 罪就没有 那 这个是四叉 另外一个叫取向餐 取向餐 就是说 戒律里面有一些 你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做了 不听唱回 就是 你没得餐 这种罪太重了 没得餐 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 杀到荧光 你杀了人 破根本戒 犯戒 基本上就是说 他规定你不可以 你做 他有信戒也遮罪 那信戒这一部分 有些是没办法 他就是说 他一定会受报 他一定会受报 没得餐 那 但是也不是没得餐 其实还有得餐 但是说 这一生一定会受报 只是说 报的时间 残跟短有 好 那 那 他有一个方法 因为他建议里面固定 没得餐 就是说 不通餐 做法 都可以餐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不是犯根本戒 他是可以餐的 犯了根本戒 不通餐 就不通餐 这个取向上在 在不通餐尾里面 再别开 这个叫犯根本 犯根本叫破戒 不犯根本叫犯戒 犯戒跟破戒不一样 犯戒跟破戒不一样 那你破戒跟本戒不通餐尾 譬如说 你杀人 你出家 但是有性欢性 那这样 但是 或是说 你大旺尾 非证原证 未证原证 这些是大旺尾 你一到半就不通餐尾 那不通餐尾怎么办 他还有一个办法 叫做取向餐 取向餐就是什么 你自己用功 一直到见到好像 见到光啊 见到观音菩萨啊 见到阿弥陀佛啊 这个见到好像 要一直忏悔 一直忏悔 忏悔到见到好像 然后表示什么 忏悔 像偶一大师 偶一大师还没学佛以前 因为他是奴将 然后就毁报魔法 他一直觉得很忏悔 他就不知道 他的罪有没有相 但是他的取向餐 不是这种相 他是用什么 用那个叫做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瞻查善恶 瞻查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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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看他的罪 那也是另外一种 也是另外一种 看这个相 但是一般的取向餐是什么 是看这个好像 欢迎菩萨啊 遇上菩萨啊 阿弥陀佛放光啊 有些是看做梦 有些梦 梦见里面 把很多恶不好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怎样啊 那一般的取向是见好相 见菩萨放光 一般是这样 那有些是做梦见 吐到不好的东西都吐出来了 或是像那个 用那个瞻查慕人 然后瞻得亲近相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是 才在你犯了 禁欲里面不通上我的理用取向相 然后最好当然这个事情家 这是关业性本控 就是你有智慧 就好像你正无生法人一样 正无生法人 你过去不管有什么罪 不成熟的都不会再行手了 不会再行手了 就重大 因为你不会再犯重大的恶意 不会 那基本上 我们说过 第一个就是犯罪 就是畅悔三个重点 失罪 发入改过 就是认错 失罪就是认错 认错发入改过 其实是这样 有三种 好 那这个是四畅五畅 畅文 那我们不一定要 往昔所造猪肉业 皆有无始 贪生之 重生离之之 因为我们念习惯了 那么我们就只是念而已 没有起那个心 所以畅文就是 你也可以这样 往昔所造猪肉业 拜下去 然后就想 我造了什么业 我今天造了什么业 那我伤害了什么 皆有无始终 我为什么造这个业 造罪的根本是什么 我就嫉妒 我就怨恨 所以我就 柯薄的 骂了这个人 我伤害了这个人 我起贪心 我偷了人家的东西 也像这样 我心里面觉得 这样是不好的 我在佛前唱 我也不少都要跟谁说 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讲 也不能跟别人讲 那怎么办 我在佛前讲 如果旁边没有人 你就讲出来等给佛天 如果有人 我们就心里讲 那也没关系 那就这样唱 也笑 可是你一定要认错 要知道 而且一定要发露 如果没有人 我们就可以讲 口业 因为心业口 意业口业 你讲出来 如果有人 就好像旁边没有人 我们就讲出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 旁边有人 会吵到人 人家不喜欢 我们就默念 但是能不能念出来 还是有口意还是好 那你就这样 希望我现在 我知道错了 我因为无知而犯罪 我因为无力而犯罪 那我现在造作希望佛陀 那么我现在向佛陀唱 希望佛陀听我唱 我因为向佛陀唱我的缘故 那么二月减轻 三月增长 那么我有能力 以后就是我有这个力量 以后我再犯这个过失 那就这样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说也没问题 那你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用白话讲也可以 那你没有 你就照这个经验 往直走到最后夜 也可以 自己想也可以 但是不是就好像回向一样 回向不是说 一定要照规矩 不是 因为你不知道 就给你一个范本 你知道你就自己回向也可以 我今天来做这些 来诵经 来听经 我是为了得到智慧 我发现是 没有智慧的人很可怜 那我希望 我来诵经后得到智慧 我也希望 所有的人 都能够因为听经 而得到智慧 这个就是回向 其实是这样 希望我的爸爸 也能够一样 能够听闻到佛法的智慧 能够解除他的悠难 希望我的姐姐 能够听闻到佛法的智慧 能够解除他病苦的悠难 就是这些 他就是回向 那你如果不知道 那你就一般的 就人家怎么教 你就怎么回向 也没关系 那唱我也是这样 唱我也是这样 唱我也是这样 往时所绕出恶业 你拜下去的时候 你就要想 我过去造了什么恶业 我今天造了什么恶业 我昨天造了什么恶业 我所知道的我造了什么恶业 皆由无死贪生 我是因为起贪 起撑 起吃 我的贪心造了这样的恶业 我的撑心造了这样的恶业 我因为无知造了这样的恶业 不贪生吃吗 我造了什么样的恶业 我打人 我骂人 深业 口业 意业 你造了什么恶业 对别人造成伤害 我现在 我认错 我发怒 我一定改过 不管是什么罪 你只要诚心 那么你的善业会增长 你的罪业会消除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 我想改 但改不了 有时候会怎样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 我就知道不好 可是我就改不了 我烦恼来 我就克制不住 那怎么办 可是你的善意不够 你的心力不强 要常常训练你自己的心力 下来唱 希望我们也可以这样 希望佛陀给我力量 在我没有能力的时候 让我有能力 我真心想改 我也觉得一直这样不好 但我希望我还有力量 我也希望一切没有力量的人 都能够得到力量 你只要这样发怨就好 努力 你不要说我希望有力量 没有力量是从学起来的 就念佛送信 然后训练自己的心力 然后不断行善 让自己的因缘更好 就是这样 不断去帮助别人 因为需要帮助的人 都是克制不住自己烦恼的人 要不然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招惡的人 那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去帮助这些人 那么我们也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就算没有人帮助你 佛菩萨会帮助你 基本上就是因缘感召的 好 那所以他讲到 官业性本空 能够转移 忏除 忠罪 就是能够转移忠罪或忏除忠罪 那个是智慧 智慧才能够断除他 所以犯了众恶悦的 不要灰心 应该怎么样 身怯畅 修学佛法 那么第四个 从造业与受报的时间来讲 可分为三十月 就是我们讲的 限事报 来事报 后事报 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报里面有限事报 有来事报 有后事报 那么这一身造业 现在就会赶果的 这个是限事报 就是限报业 我们常常讲限事报 限事报 那么生报业等死以后 就是来事报 来生 来生受报 来生要赶果报 后报 造业以后 不是限生也不是来生 可能要隔 隔一生 隔两生 第三生 第四生 第五生 不一定 甚至八万大解后 又很难想 不要 不一定 或兼千百生才受报 所以要造业受报 不能专在限生着想 所以如说行恶见乐 唯恶未守 自其恶守 自见受苦 这个人造业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受恶报 以前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样子 阴光大师有一些居士也问他 善有上报 恶有恶报 我又受五戒 又受八观摘戒 又布施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那些人造二业 可是他福报那么好 这个没有因果 因果是有的 二业还没成熟 三业已经成熟了 所以他现在造二业 但是他善业还没受完 所以他先做上报 他恶业成熟了 善业还没成熟 所以他不断地行善 但是他的恶业是受报 恶业受报了才会做善业 一样 所以行恶见乐 造作恶业 却看他没有恶报 而且还是恶报 那么是他的恶业还没成熟 等到他的恶业成熟 你就会看到他在受苦 行善见苦 这个人造作善业 但是你先看他受恶报 这个是善业还没成熟 等到他善业成熟 你就会看到他受恶报 那我们自己就是要真的明白因果 你确定因果的道理 所以你在行善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所以在这三十叶中的献报 可能是青叶 也可能是种叶的花报 好 这里又讲到 有一个果干概念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报里面有献氏报 从这个报里面讲 这个是叶也这样 从这个报我们叶报 这个报里面 这个报里面 献氏报 来氏报 后氏报 献氏报 来氏报 后氏报 就献氏报 他是想献氏 献氏报 生报 这个成果之道里面讲 是献氏报 生报 跟后报 那我们就讲献氏 献氏 来氏 跟后氏 这样比较清楚 如果讲献氏 献氏 来氏 跟后氏 献氏 后 就有时候不知道 献氏 献氏 来氏 跟后氏 献氏 来氏 跟后氏 另外有一个就是 果报 花报 梅报 那这里讲 花报 花报就是在受果报之前 先开花 就好像 就好像人要死之前 先生病 例如像这样 这个 你要关建议之前 先去看守守 这个像这样 然后这个是 花报 花报 比如说 这个人造沙业 比如说提卜达多 提卜达多 造武力的业 现身 他全身 像我在烧 全身都溃烂 这个不是果报 这个是花报 果报在哪里 果报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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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在地域里面那样痛苦 这个只是花报 这个不是果报 这个如果是果报 那他就 灰烂管的死了 就算了 他不用下地域了 没有果报在地域 所以这个叫花报 那地域出来之后 还有余报 比如说他杀生 他杀生 他杀生 过地域 是要杀生之前 先怎么样 先生病 然后被 被杀 然后很痛苦 然后 这个只是花报 那之后到地域 地域做完之后 还来做什么 还做畜生报 畜生报做完之后 做人的时候 还短命多病 这个就是余报 这个就是余报 还有余报 就好像你生病之前 先病普通病患 然后进加护病患 加护病患 出来之后 还要进普通病患 然后出来之后 身体还很稀疏 还走路还走不动 余报 所以果报上 除了现报来报 现报生报后报 现生报来生报 后生报 这讲起来不太顺 现世报来世报后世报 这讲起来比较顺 现世来世后世之后 还有果报 花报 花报 和余报 还有这三种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是众业的花报 那花报比较轻 刚刚也有重 因为现生的果报 是以前散热月曆所遭感决定 没有死 是不能有根本或重大改变的 清业为什么可以受现报呢 因为清业不至于改变这一生的重要果报 重要报果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重业然然 例如政府 他举一个例子 例如政府现在由某一党主政 自有其根本政策 不能做相反的重要辩格 在野党如有不重要的意见 现政权是乐意采用的 重业为什么限售花报 就对将来的果报来讲 现在是花报 因为业力太重 对现有报比起重大的影响 这等于在野党的势力太强大了 现在的政权不能不接收多少意见 只要不危及政权的存在 与该党的主要政策就好 至于申报业后报业 都是有轻有重 那现报 有些是花报 有些是果报 像我们做人 他已经是一个果报 他这个果报不容易再改变 但是人也有活得像畜生一样 也有活得像天人一样 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 业里面主要有善业 恶业 当然还有所谓的生业 口业 意业 还有这个 业 有善业 有恶业 那他从他的根源来讲 有生业 有口业 有意业 有生业 有口业 有意业 有善业 有恶业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无忌业 但主要是善业 恶业 还有无忌业 那有饮业 有满业 有供业 有别业 有定业 有定业 有不定业 那定业 不定 实跟报 那这个报来讲 夜报 夜报 报来讲 有限事报 来事报 或事报 那从报的轻重程度来讲 或是他的一个 以一个成所不成所来讲 有果报 有花报 有仪报 大概就这样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合相 愿与此功的 顾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